- 各位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禮拜四 那今天台北股市收盤的時候只有小漲小小的四點而已 可是這個小漲四點呢,其實他是非常難人可貴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今天我們的大哥跟二哥他是呈現下跌 而且跌的幅度蠻大的喔 好,那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大盤 今天台北股市他依舊是維持在這個上升趨勢線的下緣附近 那今天特別的地方在哪裡呢? 那今天只有小漲四點,那成交量是1133億 代表說這個盤他的量能是持續的往下做一個遞減 所以這個盤他就是一個盤整代變嘛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把這個線圖放大 在這個左手邊的地方 他出現了連續三天都有一個小小的下影線 那今天的大盤呈現一個十字K棒 是一個變盤線 所以隔天禮拜五的表現就顯得相當的重要 那我們看到上一波大盤往上做一個反彈 在前面這個地方 他也是三天,連續三天也出現一個小小的下影線 有一個盤整的十字線嘛 那後面就開啟一個波段大漲 所以變盤線的意義 有可能往上變有可能往下變嘛 那他是一個中性的 既然是十字變盤 他有多有空 所以重點就是隔天的線型 尤其是隔天 他又是收周線 因為是禮拜五嘛 所以相當重要 這個地方你必須要出現長紅K棒 或是長黑K棒 那量能要遞增嘛 才會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出來 所以明天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天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其實為什麼我們說今天小漲四點 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因為今天台積電我們的大哥 我們的權王今天是重挫 而且跌了2.21% 那以台積電的全值佔台股約當20%左右 那今天他拖累台股的點數是48點 所以台積電之前一直是我們的好朋友 他幫我們把這個盤撐了這麼久 不要讓這個盤下跌 他已經撐很久了 可是當他開始覺得累了 當他開始休息的時候 背後面是其他有其他的股票 來幫忙做一個撐盤 好我們看一下 你看蘋果新機發表之後 理論上應該要漲的紅海 今天他也下跌 而且紅海是台灣全值的二哥 他的權重大概佔4%到5%左右 他的下跌跌1.29% 那也拖累了台股7點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台積電 他48點 加上這個紅海7點 大約是55點左右 所以基本上台股今天 就被他們拖累了55點 所以今天小漲4點算是真的非常厲害 代表說我們後面還有很強勁的支撐 在幫忙護這個盤 好那我想各位投資朋友應該都非常非常關心 因為我們之前這幾天 我們一直在分析這個被動元件 跟這個矽晶圓部分 尤其是矽晶圓 我們看到最有希望的一檔股票 這個環球晶包含外資調降平等 那外資才持續買進 那這個本土法人也開始呈現一個看好 好那我們看一下今天為什麼我們說環球晶 他的慣性還沒有改變呢 其實早在開盤之前 我有發一個訊息給大家 就是做這個停順點的一個小小設定的改變 其實在盤前我早已經有料到說這個盤 其實還是會有些變化 因為波動還是非常非常大 因為我看到盤前預戳 他就直接有想要戳漲停的那種意味 可是實際上我們知道那是假的 因為他是盤前預戳 那開盤他只有開一個小高盤 但是以目前的架構來看 以目前他從馬零亂交過來看 你開小高盤有沒有 找盤這樣子開小高上去 那一定會很多人想要當充 因為他覺得說我們也看好嘛 那外資也看好 那本土法人也看好 那就想說我要來進場做一個買進 要做一個當充動作 可是當開高小小的拉抬 這個力道是不足夠的 因為開小高當充進場 那只要他稍稍的震盪 因為大家都想要跑短嘛 很快就想要出場 賺銀頭小力想要出場 可是法人看的是長期投資 他看的是一個中長線 但是散戶呢 他做的是短線 既然短線的當充 還在這個地方 他當充打死不退 那融資餘額 又還沒有大幅度的減少的情況之下 開小高絕對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因為開小高很容易就殺低了 所以慣性要讓他改變 他的關鍵在哪裡 絕對不是開小高 他必須要開低 因為開低 投資人會害怕 會以為他要殺了 所以這個地方他就不敢進場做多 他當充就不敢進場做多 所以比較容易會拉尾盤 或者是如果你要開高也可以 開高就要直接拉 然後很快速的拉抬 就直接把他鎖住 這樣子的強度才夠 所以這個盤目前為止 慣性沒有改變 因為我們當充人數 比如說你看這個環球晶 然後這個矽晶元相關個股 尤其像被動員建的國具 當充的比重非常非常高 高達60% 有時候甚至高達7成 等於說有一半以上的股票 全部都是在當天就買進 然後當天又賣出 那這種賣出賣壓 很容易形成股價開高走低 一路往下做一個壓抬 所以你看到這個盤面上 他的股價的走勢圖 一直呈現一個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 那關鍵就在於這個當充 所以一定要看到慣性改變 他才會有一個很明顯的拉抬 不過在這個地方 成交量是越來越大 那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 在這邊當充 充久了 他覺得說每天都開高走低 不想充了 突然有一天 他就會很快速的做一個拉抬 那我們就是等待這個拉抬的機會出現 那我們之前也提到 我們有特別做這個報告 這個是法人的看法 從價值投資的角度 來做一個切入 那估計今年大概可以賺30塊 這是保守的預估 因為這家公司還有簽長約 既然有簽長約 當然未來兩年到三年 他的獲利就有一個保證 那當然這個是有好有壞 獲利保證 當然是在這個西晶圓價格 是反轉的時候 對他也是好處 那如果未來西晶圓價格 是往上做一個大幅度的跳升 持續成長的話 那這個簽的長約 對他也就是比較不利一些些 好 那這個講到他的價值 世界第三的價值 那當然以294 就是昨天的收盤 那當然以今天來看 他的成交 他的價格又比較低一些 那所以 當他的價格比較低的時候 我們看 如果以昨天的收盤價來看 那他的殖利率就高達8% 台股平均的 整體上市會公司的殖利率 就是他現金股息的一個殖利率 大概是4% 都不到5% 那以現在價格來看 環球金他的殖利率可以高達8% 你要從價值投資的角度來看 資產股票 而不是用當衝的角度 短線進出 那你短線進出 衝來衝去衝來衝去 當然就是搶到鞋子 就什麼也沒拿到 那我們看到很多投資朋友 擔心的是說 這個法人一直在賣 可是你看這個投信 投信的庫存只剩1%左右 那環球金的這個股本有43萬張 43萬張1%大概是4300張 那重點不是在於說 他這個手上股票剩多少 因為他不會把這個手上股票賣光 重點是在於說 當他開始做反彈的時候 投信會有一個回補庫存的動作 當他手上的庫存越少 將來回補的力量就會越強 所以這個是投信的部分 那至於外資也不用太擔心 外資已經開始由賣轉賣 你有沒有看到最近3日的外資 他是競爭減 競爭加 那這個千張大戶 就是說持股1000張以上的一些大股東 他的持股在最近一個月 他是增加了1853張 所以這個地方大戶是加碼的 那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從這個7月27到這個9月7號 連續6週有沒有 這個千張大戶 他的持股是不斷的在往上 做一個增加動作 那千張大戶他的持股比例也蠻高的 占7成左右 所以從這個前面 千張大戶不斷在賣的情況之下 賣到現在他不想賣了 開始慢慢的逢低承接 人家在高檔有賣 他賣貴的 那低檔他會想買回來 那很多賞戶 他是在高檔一路的買買買買買 那當然就是這個地方 他無力在做加碼 那只能用當創的動作 所以我們這一路以來 我們是不去做承接 我們只在這個相對低檔之後 你就從這個價值投資的角度 他的本益比低到5倍6倍 那不能買嗎 那有的投資本想說 那為什麼不要在這裡做空 你空是要在高檔去空 不是在低檔去空 大一檔好的股票 他已經跌了50%了 那幹嘛在這個底部去放空呢 而且我們之前有統計過 那股票跌50到60%這個範圍 是最容易出現一個反彈波的一個時候 那我們看 你看連這個八大光股行庫 昨天是買超6億戶台股 因為當大盤在小跌的時候 這個八大光五號戶 進場做一個超跌動作 第五名就是買超環球金 他買超金是買8430萬的部分 所以你看包含像國具 國具今天也是 那其實國具今天 他也是走勢相對比較弱 那早盤看起來比較強 那尾盤也比較弱 為什麼都喜歡殺尾盤呢 因為當衝 當衝就是一定尾盤衝掉 他沒有足夠錢做交割 這個就是很討厭的地方 那環球金的部分 本次我們也提過嘛 這個負乖也過大嘛 他離均線離很遠 那既然離很遠呢 他出現一個單日的大量 當然就會有機會出現一個反彈 只是說這反彈 就被這個很討厭的當衝 衝來衝去衝到越衝越低 好 那當然我們之前有分享一些好的標的 那很多時候真的講說 那他沒有辦法去買這個環球金 沒有辦法去買這個國具 那麼高價的股票 那我們之前有贈送一份資料 就說那個古靈攻略嘛 那古靈攻略裡面有提到這個百合嘛 就是雙底成型 最近看起來其實大盤在弱的時候 上往下破跌的時候 其實因為他早就已經跌超過一半了 所以很多股票他跌超過一半 籌碼出現沉澱 出現一個底部形態之後 像今天他就漲了4%嘛 那這種股票就是買的很安全 也買的很安心嘛 那像我們上半年有做過這個 40小開的四開嘛 我們買在相對的低檔嘛 幾乎是波段的最低點附近 算一波上去 其實因為上半年行情很好嘛 上半年比較好操作 所以很快的就獲利50%出場 那到下半年之後呢 其實一陣子沒去看他 因為我們覺得說他應該要下來嘛 結果他回到起漲點附近 結果後來又回去看他之後 發現奇怪他這底部是越低越高 而且這個地方看起來好像隨時有機會 會再突破這個下降趨勢線 搞不好又出現第二波 所以像這樣的標例也值得來做一個留意 重點是在他什麼時候要開啟第二波呢 很簡單嘛 看這個成交量 目前成交量還沒有很明顯放大 那如果他成交量像前面一樣 前面他在起漲的時候 他成交量也是很小 可是一旦正式起漲之後 他成交量就會量滾量沿路的放大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看到 如果他出現量滾量成交量明顯的放大 搞不好就換他 有機會再開啟第二個波段 好那其實我們剛才提到嘛 關鍵轉折嘛 這個好的股票 重點是好的股票 有產業前景的 有業績的 他的營收每個月都在創歷史新高 這才叫做好股票嘛 有業績有基本面的嘛 那有業績有基本面股票跌這麼多了 跌五成跌六成 不是因為他的產業前景變差了 而是因為這個籌碼實在太凌亂 太多人當衝了 就是不死心嘛 每天都要衝 所以像這樣子的股票 只要這個籌碼沉澱嘛 就是搭不當衝了 那你也不用融資買進了 你開始用這個價值投資的角度 買了你就放著嘛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時候你才有機會 開啟一個波段的一個上漲 好的 那這禮拜五 只剩下禮拜五嘛 最後一天嘛 所以這個禮拜最重要 到底會不會像上一波一樣 三天之後他出現一根長紅K棒 那也歡迎各位投資朋友 鎖定我們的LINE AT 好的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拜拜